来 请 一间一间 团舍离 生啊 幸福 感情的家 有好事发送 哈喽 影片不是让你坐着看 而是让你在整理的时候 可以当成背景音乐 让我的声音可以陪伴你 更有动力 快点动起来 动起来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收纳幸福 廖迅 廖哥 我今天要讲的这本书叫做 某天我的衣架就垮了 说实话 如果我只有看到封面这一句的话 我觉得还好 我可能不会想要看 可是这一本书的内容 真的写得很好 而且啊 我觉得他是一个文笔很好 然后很会写金句的人 我念给你听 他说日常的卸载练习 你不必再过得廉价而马虎 我说如果我只有再看到 这个书名的话 我可能觉得还好 可是当我看到里面的时候 我真心觉得写得很不错 而且他就说 你不用再过得廉价而马虎 哎 亲爱的 我每次啊 去不同的人的家 有时候我都觉得 你们很多东西 对不对 堪用你们就会很轻轻的用 就是如果你每次用某一些东西 你都觉得 哎呀就是很勉强 或者是觉得烂烂的 或者是每次用都有一种 压着的感觉 希望你不要过得廉价而马虎 你值得更好的 我举个例子 好 水 你看哦 假设啊 你想要喝水 可是你的杯子就是一个烂烂的 然后里面刮花的 那不如就用一个好一点的 对不对 整个人都气质起来 好不 那我介绍一下这本书 这本书的作者是韩国的 然后他叫做林慧玲 然后很可爱的一件事是 因为他其实一刚开始 他就是跟大家一样 很喜欢每天穿不一样的衣服 就是觉得这样子才有时尚 我怕大家都会注意到 我每天都有不同 就会觉得我好像很漂亮 然后很有变化 可是我讲真的 过去的我们都认为 衣服越多越好 每天都要穿不重复的 那你要不重复 他就一定要花很多钱 对不对 所以花很多钱 买不同的 他就想说 那不然我就买便宜的 买超兴 那种 结果超兴的衣服 有一个坏处就是 你可能穿一记之后 他就会松掉 或是起毛球 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超兴的衣服啊 我不是说平移不好 但是你要仔细看一下 他的质感 有的超兴的衣服 你甚至穿个几次 他就从你的肩膀裂开 你的腋下裂开 等等就是很烂 他说比较价格低廉的衣服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 他的透气性不好 夏天的时候穿了很闷热 冬天的衣服穿了也不保暖 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然后他的小套房啊 就堆满各式各样的衣服 甚至看不见墙壁 你可以想象就是 每一面墙都是满的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都会想要买便宜的 便宜不一定是很烂 可是遇到很烂的几率很高 所以他就是堆满一大堆衣服 看不到墙壁了 他的小套房全满 你放不下的时候 你会想要断舍离还是增加价值 以我们一般不知道要断舍离的情况下 我们一定会增加更多的价值 来挂衣服 所以他四面墙全部都是衣服 然后这样再挂挂挂挂挂挂很满 直到前面再增加一个价值 然后再挂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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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很多 结果他房间就充满了很多的灰尘 明明那么多衣服了喔 可是他每次要穿衣服的时候 他还是会犹豫老半天觉得 哼都没衣服 大家应该很有感吧 就是一定会有这种感觉 你的衣服越多你越难抉择 衣服太多选择也很浪费时间 想跟大家讲 每一种选择都在浪费你的时间 所以如果可以 你就不要耗那么多时间在犹豫了 让你的东西少一点 每天就是这样就对了 今天要吃啥? 就起司蛋吐司 没关系 起司蛋吐司 都不用想 对不对 你就每天都吃一样 总之你就是不要花太多的时间精力 去想那些你要抉择的事情 尤其像衣服这种东西 衣服越多越难抉择 大家知不知道像之前 我都是穿黑色洋装 白色外套对不对 原因就是 就很难得出去正式场合 还要想要穿什么 真的很焦虑 所以想一想 干脆给我自己订定一套制服 比方说啦 好啦 好假设我啊 我之前在直播上就有提到 就说 我很适合穿这种宽宽袖子 就是那种 就是很宽的袖子的衣服 然后我只要掌握这件事 我以后就买这样的 就不会买错 我的衣服都长得大同小异 没关系 就这样 反正大家看到我就会觉得 嘿 这上面写我名字 总之就是 如果你也有找到你自己的style的话 买一样 没关系 你就是那一些 你就不用抉择了 每个人都差不多也一样 这样子就好了 我刚刚提到 他的房间有很多很多衣架 对不对 非常非常多的衣服 然后他每天都不知道怎么抉择 有一天 他的衣架就这样 往前倒 然后往前倒的时候 我们第一件事情 一定会冲过去把它hold住 hold住的时候想把它再次立起来 可是呢 他实在是太重 你可以想像他就是这样倾斜 你在这只这样 来扶着 不好 因为他是越来越重 然后就再次就是压垮了 所以他再怎么称都徒劳无功 说到这个啊 我跟大家讲一下哦 各位 你看一下他封面上的这个图 他说他的衣架垮了 对不对 可是不管是模型 衣架 顶天立地 或者是这个 大家看得出来 这是什么衣架吗 大家看得出来吗 他不是模型的衣架哦 他是一种 你猜猜看 你说说看 有没有知道 他本名是什么 这种衣架 有没有知道 我都说这是树 对 树枝状 拜託各位 千万五堂买这种衣架 很烂 我这样讲一定会被厂商告 但是我跟各位讲 如果你家里有这个 马上断手离送给别人 办公室可以 你如果在家里放这种架子 对不对 像冬天很冷的时候 小朋友的外台也刮上去 爸爸的外台也刮上去 你的外台也刮上去 他就是一棵树 然后越来越厚越来越厚 然后最后里面的那些包包跟衣服 你都找不到 就算你知道在里面 你也不会去拿 知道我的意思吗 因为很麻烦 你要把一层一层剥开 而且这种树 最方便的地方就是上面 所以我们就会一直刮 越刮越重之后 上面就一定会垮 一定会断 各位如果有这种树的 请直接断手离送给别人 除非你是用在办公室 那种很精简 你今天穿完卫 他们一定会带走的那种就可以 树很烂好不好 不要买这种 这种就容易垮 那总之呢 他的衣架就垮了 然后那时候他不是要把他hold住 结果还是hold不住 然后就整个这样倒下来 倒到他身上 他说他第一次感受到衣服的重量 他的身体跟他的衣服都承受不了 所以我建议各位 如果你真的想要有那种放一次的衣服的话 你可以买那种模型的架子 然后上面就是用衣架这样挂上去 如果你真的是扁担人 那你就是用模型的架子也没关系 或者是有一种是鸡白 然后上面有钩子那种 那你衣服直接外套一个动作挂上去 那很适合小朋友 但是不要买这种衣帽架 因为你挂上去之后 他会一层一层包起来 你就不会想拿里面的 他没有不好 可是当你拿来挂大家的外套的时候 最后大家只会穿最外面那一层的 而且会一直倒 然后当他那个衣服倒在他身上 他觉得 哇其实我的衣服跟身体都已经承受不了了 他终于清醒过来 就是知道说 他有很多很多衣服都是没有穿的 他拥有的数量超过他的需求 说到这个啊 我讲一下我最近我去了一个客人的家 然后他有很多很多衣服 可是他的衣橱是那种旧式的那种木头的衣橱 然后上面放一大堆东西 你知道如果你在上面乱放很多很重的东西的时候 他上面那层U型的有点往下的时候 你那个推门或者是这样的对开的门都会变形 可以想像我说的吗 就你面前放太重 然后他那上面的层板往下压 你门就会打不开 各位 如果你的衣橱打不开门之后 请问你还会想穿吗 会的 你留言会不会 帮我留言不会 不会对不对 然后不会 结果最后衣服就会堆在床上 堆在旁边的架子上等等 然后我就觉得这样子实在是很浪费 然后呢他的衣架垮了之后 他就发现他拥有的数量超过需求 其实当你的东西过多 你就算硬把它收纳起来 其实你也不会去动 然后而且会压力很大 随时担心就是那个会不会倒 会不会卡住等等 然后有一天呢 他就看到一张照片 那张照片呢 是左左目点式的照片 他是一个极简主义 他出了一本书 叫做我决定简单的时候 然后呢 他看到左左目点式的那个照片里面呢 他靠最低的物品的限度来生活 所以呢 他的那个白色小套房里面啊 都没有什么东西 只有寝具 然后没有家具 就是很空这样 你看哦 我算很多书 对不对 可是我一秒可以找到 这就是左左目点式的家 但是我们今天讲的是这本书 然后总之呢 他就是看到他的家 然后发现就是 哇空荡荡的感觉 真的非常好 所以呢 他就是想说 好 那我跟他一样 我要开始清大量的杂物 他过去哦 他要拿衣服的时候 他那个衣柜里面都密密麻麻 我一定要讲一下 就是如果你的衣柜这样插 对不对 每一支衣柜都交织在一起这样啊 你根本拿不出来 你就算能把他挂进去 就是比如说你衣柜只能挂了下100件 你有办法给他挂200件 那我也是佩服你 那你看哦 你的衣柜是这样交织在一起 你拿不出来 然后挂不回去 你就觉得很阿扎 所以与其这样 你不如就是让他空一点 不要这样子再交织在一起 让他是这样 好不好 朗朗的 朗朗的 然后就是每一个东西都可以很清楚 然后呢 他现在断手里 然后空间变很多 他就发现 灰尘变少了 然后生活变比较舒适了 这样子 而且心情很轻松 当你东西少了 你的心情就会比较好 可以想象吗 你每天回家看到这么多杂乱的东西 没有一天觉得自己修得完 你就会开始否定自己 甚至也会讨厌家人 懂我的意思吧 就是讨厌家人 所以你当然东西少了 就会心情就会比较轻松 所以他就在想 诶 左左墨点视的家这样子哦 就会是他想要的答案 所以呢 他就开始追求这个空荡荡的房子 然后他就每天烦恼 我要怎么样让我家更空 有时候他要去买东西 那个东西明明是必需品 他还是会想说 这个就是我真的要买吗 变成是一个压力跟负担 我很想要极力的减少各种的数量 每一种数量我都要让他减少 所以我宁可忍受很不便利 然后连每天哦 他要写字的那个桌子 他都把它丢掉 每天要用的东西他都把它丢掉 因为他追求跟那个人一样 空荡荡的房间 可是其实这有点过头了 凶桂桃这样 他的房间最后就只像抽屉柜 小台灯跟一个全身镜 当下他的房间变很空的时候啊 他可以感受到那个 左左墨点视的 在家里的轻松感 可是呢 其实这个就只是一个 达成目标的那种成就感 就耶 我家空了 各位 如果你真的想要达成这个目标 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 你就直接再去换一个房子 然后都不要买东西 那你就是达成了是不是 可是你知道吗 当他拥有的东西明显变少的时候 他内心的欲望还是存在 你还是需要 就像我 我需要这些书 然后也需要这个书柜 可是我给了 就是为了我家把它进空 我把后面的衣橱丢了 把这个也都丢了 然后我很空虚寂寞 这样是不对的 你的内心没办法达到平衡 因为他就以为最低限度的东西 就可以让他变得自由 殊不知当他的东西减少之后 他没有感觉到变自由 反而啊 觉得就是很空虚这样 就觉得 我都没什么啊 所以各位各位 你不可以为了亲而亲 知道我的意思吗 你不可以为了亲而亲 这样子不合你会跟他一样 到最后亲了 然后在一个很空旷的房间里面 不知道要怎么办 所以清空不是手段 而是目的 当你变成是这样的时候 你就是为了清空而清空 就很可惜 内心还是要满足 才是真正好生活 我们不要跟人家比 如果你很爱跟人家比的时候 你轻易想一想 你跟他从头到尾都是一个不一样的人 不一样的生活 不一样什么 你到底是有什么好比的啦 是不是 然后啊 他的家房间里面 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他可以做任何的事情 是很幸福没错 可是他就提不起进来 他觉得很空虚 他把他每天要用的桌子 都已经清掉了 对不对 他就不方便看书 不方便看书 他就不看了 然后他没有床 所以他连躺下来休息的地方都没有 然后再来 就是他为了极简 他每天都穿一样的衣服 可是没有多久 他就厌烦了 他就觉得 哇塞 这样进空的生活很没有意思耶 他突然体会到一件事 就是他为了摆脱满足 欲望的这个习惯 还有拥有东西的执着 开始进空 可是呢 却跟自己就是内心的那个自我审查 在左右 就是他就很纠结 我喜欢这个环境 可是我怎么觉得一点都不幸福 可以想象吧 然后所以当他产生无力感的时候 他最后好好的反省 他发现喔 哇 其实啊 我一开始 我自己本人就问错问题 不是要去问自己 要进空什么 而是要问自己 要留下什么 请你帮我留言在这里 写 要问自己 要留下什么 再留言帮我写一下 提醒你自己 就是 你不是要问你要清空什么 而是你要留下什么 我觉得书很重要 所以我要留下书 我觉得书桌是我每天要用的 所以我要留下书桌 而不是 诶我今天可以丢什么 你如果要用丢什么的话 你整个家都可以丢啊 对不对 然后所以呢 当他毫不犹豫就开始进空自己的房间的时候 那个房间到最后是没有自己的生活 没有我这个成分 你知道吗 没有我 我就是为了亲而亲 为了想跟那个人一样 我就乱亲一通 结果像荒野一样 一无所有 当然没有办法感觉到幸福 好 就举个例子 我们刚刚讲的我的场景录 如果以极简来说 我根本不需要他 可是我看到他的时候 我会开心 我觉得他跟我一起直播的时候 我会开心 我每天进到房间的时候 有他我就觉得开心 所以其实你是要找 你自己想要留下什么 什么东西会让你开心 这样子 那最后他就回头问自己 他觉得 该亲的不是物品 还有我自己 我自己的执念 他就回头问自己说 那我为什么会想要减少东西 你看你亲到最后 你已经不知道你为了什么而亲 所以如果你不知道 自己为了什么而亲的时候 你纯粹就只是想要减少物品 你到最后会觉得很空虚 那他回头问自己说 当初他为什么会想要这么做的时候 他认真想想 因为我想跟这个人一样 过上简单的生活 然后我想要幸福的生活 对不对 因为我想要幸福的生活 所以我想要不要再被这么多杂物包围 结果我没有思考好的情况下我就开始动 所以我认真要思考想要和想做什么 比如说我喜欢简单的房间 然后我想要被我想要的生活填满 这才是重点 后来他不是把桌子丢了吗 他又再去把桌子买回来 然后也买了漂亮的洋装 刚刚讲了他就开始思考他想要什么东西 跟他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后来他就买了桌子买了漂亮的洋装 然后也去学芭蕾 然后学游泳 甚至后来开了民宿 还跟他老公去世界旅行 是不是超爽 所以根本不是要丢什么东西 是你想要什么 当你的东西少了 你时间多了的时候 他刚刚讲的任何事 你也可以做到好不好 现在就可以立刻去开民宿了 开始论缩 也可以世界旅游啊 谁说一定要退休才可以世界旅游 你现在也可以去世界旅游了 对不对 什么学芭蕾学游泳 买漂亮的洋装 买桌子 你也可以做得到啊 你想要什么 你想过什么生活 你想清楚 你就比较能精准的做对 然后他的生活啊 就透过减少不要的东西 还有减少多余的浪费 反正他拥有更多的精力 金钱时间跟空间 各位 精力 金钱 时间跟空间 都一样重要 有的人觉得 啊 金钱最重要 其实不是 你所有东西都很重要 然后所以他就可以 开始去做以前他想要做的事情 接下来就是 进行周期性的进空 各位 可以尝试看这个周期性的进空 减少不必要的 然后用喜欢的东西去填补 比如说你可能两天一次 或者是一天一次 或者是一个月一次 都可以 你的周期性是由你自己决定的 比如说像我好了 我现在就是跟我老公是一人一个房间 然后这个房间就是我的工作室 跟我睡觉的地方 我觉得这太美好了 所以你想要什么 你才有那个蓝图 那就是你的地图 你才知道你要怎么去 然后生活没有正确的答案 极简主义也没有 所以我刚刚讲了 卖个人币 我们到底是要比什么 如果我们要比空 那我们就去住空屋 我就赢过你全部了 对不对 所以请你记得 生活没有任何的正确答案 就极简主义也没有 所以大家不要再比较了 他后来体会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他是为了填满而尽空 这是我的极简生活 意思就是 我想要填满 我想要的 然后这才是我的极简生活 我觉得这很棒 因为如果你不知道你要什么 你连填什么都不知道 你只是对 这样不好 之前他就在想 就是社会给我们的价值观 都是我们要考到一个好学校 然后什么什么 就比方说结婚之后要赶快存钱 然后存钱之后要贷款买房子 买房之后要生小孩 生小孩之后要趁你体力还可以的时候 赶快再生第二胎 然后接下来你就要赚更多的钱养老 有没有觉得 唉 为什么大家一定都要这样 对不对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 所以他就觉得 他人生中 一直被大家的价值观 不停的追赶 然后他觉得很痛苦 所以他决定要开启专属于他跟他老公的价值观 不要活在别人的价值里面 因为他认为社会的标准都是假象 别人要的生活不重要 真正要是我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他就在想社会的标准都是假象 所以我们没有必要追赶不同的标准 然后造成无谓的竞争 如果他们把目光放在外在的刺激 就是跟别人比较 跟别人竞争的话 就会产生无止境的渴望跟欲望 你可以想象吗 因为别人开什么车 我就要跟他一样 然后我要开比他更好的车 别人拿什么包 我就要跟他比 这样子其实是很不OK的 而且他也有提到 你就算买到再好 再贵的东西 再有名的 什么东西 你都很难满足 因为你就是一直在比 你要回头来看 不是往外看 你要往自己的内心看 我要什么 那个人拿那个包对我来说 真的有很重要吗 我一定要跟他拿一样的吗 我一定要拿比他好吗 有差吗 对 当初他们要去买房子的时候 他的事情一样是朝外看的 那时候他不懂 所以他就是因为买房而焦虑不安 看别人都买 比方说两房一厅啊 三房两厅啊 买什么 哪一个区域的地方等等 然后他就开始很焦虑不安 我是不是应该跟别人买一样 我是不是应该去哪一个学区的 哪一个地段的地方买房子 但其实他后来认真的想一想 把重心拉到自己身上 真正的放下之后 他发现这都是欲望而已 买什么房子有很重要吗 哪一个地段很重要吗 你住的开心 还有你跟你的家人住的幸福 才是最重要的好吗 所以后来啊 他老公就提醒他 就是我们不要因为买房子 而牺牲我们的生活品质 因为我们只是想要好好生活 才买房子的 哎 是不是很有道理 你是因为想要好好生活 你才买房子 不是为了要别人看到说 哇 你买这心意区 你怎么那么厉害 这样又如何又如何 是不是 所以后来他们就选择了那种 套房 然后干净 很清爽这样 而且租金不会负担 因为比方说 如果他活在别人的价值 他买了三房两厅的话 他可能负担压力很大 可是呢 他买了干净的那种小套房的时候 他其实也很开心 然后重心都在自己身上 然后就很满足 这样 好 我想问各位哦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用到的物品 你觉得哪时候才会使用 来我问一下这个问题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用到的物品 你留着哦 你觉得什么时候才会用到 来说说看 我来看看大家回答是什么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用到的物品 你觉得留着要干嘛 对 永远不会用到 哎 笑人呢 你连这时候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用到 你觉得你哪时候才 就不知道嘛 是不是不知道 没有用的机会 你真的不知道 而且万一 我跟你说 连万一你都会想不起来有它 好不好 你不会想到 用不到 真的不会用到 假设你有某一样用不到的东西 你就觉得 这个放着也许哪一天我会用到 可是等到那一天的时候 其实你真的不知道是哪时候了 所以现在不会用 就不要用了就不知道嘛 所以他说他老公就会看到这种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用到的东西 都会认为也许以后用得到 就是之后要用的时候如果要重买会太浪费 可是在他看来多年来一次都没有用过 以后也不会用 你看很多长辈都会有一些很奇怪的东西 然后你问他说 妈你这都没在用呢 他说 有啦 放着好 有一天会用啊 我跟你说 那个放在那里 二三十年都还是在那里 没有 没有一天的那个呢 真的没有 然后他就觉得 他会有点烦 可是后来他认真想到了 我不能理解我老公的堆积 他也不能了解我的丢弃 所以我们两个就会变成平行线 那我应该要转过来 我先尊重先生的意见 比如说 从他不排斥的范围慢慢清 哎这里是重点哦 好 如果你跟你老公常常有 那个为了丢东西而争执的话 这也是重点 你要先尊重你老公的意见 从他不排斥的范围开始清 例如说 你可以先丢掉那种重复功能的 比如说 这里有两只楼奈吧 这一只的把手坏掉了 但是他还可以用 可是这一只比较厉害 也许你可以跟他讲说 这个坏掉了 这个可以不用吗 他也许会清掉 好不好 还有 坏掉的东西啦 不能用的东西啦 懒得处理的东西 这一类的 可以先清 然后如果你要清 先生的东西 一定要询问他的意见 然后尽可能清掉 比较多 你自己的东西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都是想丢别人的 丢别人都特别快 然后丢自己的 就觉得 这个我可能也会用到 总之你对你自己的标准 会比较狼 所以 你尽可能 丢自己多一点 然后拧清他的的话 要尊重他的意见 他不行 也没有关系 这样也可以 好不好 你当你的东西变少了 让他感觉到 清爽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时候 他也会一起动起来 而且他说 如果夫妻要协力过简单生活的时候 需要很多的沟通跟理解 如果一开始啊 固执己见 就是你觉得你自己是对的的话 都不要管你先生 就把东西丢掉的话 他就会很排斥这种生活 我发现很多人 都是像他讲的这样 比如说 他想过清爽的生活 他觉得家里太乱了 他就把先生啊 小孩的东西都丢掉的时候 他的孩子跟老公 未来如果听到整理收纳 都会超不爽 都会超不爽 就觉得 你说什么整理收纳 你根本就是 只是想丢我们的东西 所以 最重要的是 你要尊重对方 你丢自己的多一点 没关系 可是你真的要 让他知道 什么样是清爽的生活 然后 你们有没有想过 很多人啊 他们就是在想 这样子我讲了才会有钱可以养老 不过我去那么多松纳的家之后 我看过这么多长辈 我会有一种很感慨的感触 就是很多长辈赚非常多的钱 一生哦 连一双好的拖鞋都没有买过 没有出国过 没有去过什么好地方 为的就只是赚更多的钱 然后让他的子女过上好一点生活 总觉得这样养老才有保障 结果等他老了病了的时候 他的养老金不但不能让他养老 还会变成他的子女们 互相就是吵架的点 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 为了你自己哦 养老的钱 但是到最后 等你病了 你管不了这些钱的时候 这些钱都会被别人拿去 所以你何必 你现在年纪大了 想吃什么就买 给他买起来 然后想去哪里玩去玩 都去把钱都花完最好 那所以我觉得 你真的不用留太多的钱 不用担心说什么 就是我要赚多少钱 这样不用 他说过去的时候 他会对养老感到很焦虑 就觉得他必须要更多的忙碌啊 然后赚更多的钱 他才可以安心的养老 然后就开始很不满意自己的生活 觉得生活没有真正的幸福 然后觉得很痛苦 他过去都会乱买东西 买很多打折或流行的东西 结果这些东西过没多久 就会沦为垃圾 但是现在呢 他的观念已经不一样了 因为他觉得他们过去 都在渴望那种 不知道是谁定义的好 例如养老金要多一点才好 你要住在哪一个地段才好 一定要怎样才好 他现在呢 就是清空了 不需要的东西 他也很少去买东西之后 拥有新东西的那个欲望就消失了 所以他只买必需品 结果哦 他不用特别努力 他的储蓄也会增加 所以你想想看哦 与其在轻轻的钥匙 比如说逛那个网站啊 然后为了便宜30块 逛了两个三小时 才找到一个比较便宜的 然后累的钥匙 不如你就是少买一点烂东西 少买一点不需要的东西 你的存款自然就会增加了 之前我有提到 我有一年不够物 哇塞 我存款真是厉害了厉害了 你知道 你就不会刻意的花钱的时候 你的钱就不会减少 而且反正会变多 然后因为他习惯少花钱 结果就想说 哎 我既然都少花钱了 那我少赚钱也没关系 因为他就产生那种自信 其实我这样就够了 我讲真的 我妈妈住在信义乡 就南投县信义乡 有人知道在哪里吗 就是一个山上 他在山上那个菜啦什么东西 除了买肉以外 菜啦然后水果 大家都是自给自主 然后就是大堆送你 他七千元就可以过生活一个月 所以你想 如果他只要七千元 他根本不用去做 每个月很辛苦 才能有三万元的生活 那以前认为钱越多越好 现在觉得 我赚到需要的就够了 世界上有比钱更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啊 你不是赚越多钱越好 你赚了这么多钱 然后你把你自己搞得身体坏了 或者是跟家人疏远了 或者是不幸福了 其实是更可惜的 所以赚到自己需要程度就好 不用再为了赚钱去做 你不想要做的事 你就不 再次金钱的努力 而且你的时间不会被抢走 他说藉由少花钱 就不用再害怕没有钱 所以他就消除了那种晚年不必要的担忧 因为有时候啊我怕我没钱 可是其实你生活勤俭 知识跟感恩很重要 其实这样就好了 各位 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 东西不是越多越好 那是我们社会给我们的价值 就是对这些东西都觉得我们好像有拥有更多东西越好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啊 当你在断手离东西的时候 也许你要清掉的时候很痛苦 然后很很挣扎 但你清掉了大概过了两三天之后 你压根不会想起来你到底清了什么东西 我跟各位讲哦 与其你把钱对不对 拿去买一些就是稍重即逝的东西 比如说你买了衣服 结果穿了两次你就不想了 不如就吃大餐 你在吃的那一个时候就 天啊这牛排怎么可以这么厉害 这人的服务怎么这么好 这家饭店怎么这么棒 就花在体验上 或者是说这一趟旅行怎么这么爽 这种爽感会持续很久 可是买衣服买东西买包包的爽感 哇我有这个然后过了一下子就觉得 没别的了吗 这个作者有提到 他在接下来的人生里面 买东西这件事或者是送的东西 他都会买会消失的东西 例如鲜花 哇真的好爱鲜花啊 就是你收到鲜花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开心对不对 然后你放在家里它会漂亮一阵子 可是它会凋零 它会死掉 所以你就可以把它清掉了 但是你收到鲜花的那一刻 还有在家里那一段时间 你都会是很开心的 比那种什么你买 买很多有的不的 然后堆在家里好多了 你会感谢这个鲜花 带给你的快乐 然后香味等等 然后吃大餐也是 与其送人家他不需要的杂物 那你不如送他一个餐券 或者是请他吃一个大餐 这种东西他吃下去那一刻 后来他就消化掉 然后排泄掉了 对不对 就不会造成家里堆了一个莫名其妙的东西 总之你就是送会消失的东西 然后把钱拿去体验 这是最好的 你拿去高空弹跳也可以啊 也许你花了3000元高空弹跳 跟你花了3000元买一个包包 你高空弹跳的这件事你可以讲一辈子 但是那个包包你大概讲那几次就没了 对不对 这本书有很多内容 那我希望大家可以去买来看 我就是讲一些我觉得很不错的地方 然后希望你们不要只听而已 要买起来看 因为这个真的很不错 因为他像他写 以前的我为了用别人说的好东西来填满自己 浪费了只有一次的人生 你的空间里面都是填满别人说好赞的东西 但是你不知道你自己要什么 然后最后你就是跟一堆跟你很不熟的东西住在一起 是不是 东西存在的理由是为了要使用 所以当你的东西不再承载感情 比如说我们很多时候会把那个东西投射 那个别人 不要说啊这个是别人送的啊 这个充满回忆啦 这个是很贵的买的 你要去想 如果你可以消除那个东西上的感情的时候 然后你就更容易切断这个东西 当你可以切断的时候 这只是物品而已哦 你就可以更利落的切断其他的东西 比如说伤害你的人际关系啊 或是改掉坏习惯啊 或是消除不舒服的情绪 总之你只要能从物的这一块去断手离的话 之后你的人跟事你就会变得更厉害 可以想象对不对 所以后来他就觉得 当他可以把这些事情厘清之后 他就发现超出管理的东西浪费了我的人生 各位你的家之水整理不好 一定是那些东西超出你的管理 比如说好我以衣橱来举例好了 他不是有说衣柜的前面又堆了衣架 然后衣架都垮了 那就代表他多的那些衣架都是超出他管理的东西 那些都应该消失 真正应该在的就是在衣橱里 这样子就好了 是不是 不要去买次药的东西 你买必要的东西 因为如果你买了一个次药 就是说好啦 你下一次看到更好的时候 你一定会马上把那个东西淘汰 所以就是你在买东西的时候 你就是买你真的觉得有点贵贵的 可是痛痛的 但是买下去你一定会用很久的那种 如果你的东西超过你的管理的时候 听购你家里的东西的时候 你会很盲目 因为你不知道你家里有多少东西 你无法记得多少的时候 你就没办法分辨 什么是珍贵的 什么是不珍贵的 反正都这样而已嘛 对不对 你试试看 把同类型的东西放到房子中央 大家记不记得廖哥最常说的 鸡挑分贵鸡挑分贵 对不对 第一个步骤是集中 你把所有东西集中的时候 拿到你家正中间 你就会吓一跳 你就会发现同类型的东西 你有这么多 你真的要减量 那他说 他觉得他清空了一切这些 复杂的事情的时候 当他空出来的那些空间 还空出来的一切 被健康填满 他就开始吃素 然后早睡早起 然后运动 然后进行节约 然后他的生活 我前面有提到 他为了跟空荡荡的房间的时候 然后他发现天哪这里面没有我 但现在呢 他的生活被他自己填满 他觉得哦 比起丢掉东西更重要的是健康的填满 什么叫健康的填满 与其我这样乱买一堆我不需要的 然后最后变成垃圾 然后又觉得是钱买的丢不掉 那你不如买你真正需要的 因为就像他说的 一百个不怎么需要的 不如买一个需要而且有益的东西 然后当你的生活填满了需要的东西 自然就没有要丢的东西 因为这些都是你要的 那你的人生就会被你喜欢的东西好好包围 而且你的钱包变薄了 然后你可能就开始关注其他人等等 就像他一样越过越好 然后我觉得像他最后提到 他就说当他一开始是一股脑的清空 可是他现在是慎重的清空 聪明的填满 你慎重的清空是 我把真的不需要的东西清空 但是我要聪明的填满 填满我需要的东西 所以极简生活是让我们更幸福 不是跟别人比较 如果你为了极简而去创造 空空荡荡的房间 你饱受折磨 反而适得其反 对不对 然后生活没有正确答案 你只要过上你专属的理想生活 其实是更幸福的 而且你要记得一件事 当你拥有的东西越多 你需要付出管理 守护 还有维持的责任就越多 你会觉得很累很吃力 所以他觉得他过去很沉重 压力很大 可是现在啊 当他清到一个他要的程度的时候 他觉得哇哦感觉好神奇好轻盈 他的精力可以放在他现在重要的事情 而且他的存折开始变有钱 然后他也不再去买过去那种乱买的东西 像他现在这样 变得更幸福更知足 他说很多时候我们会对于缺少东西觉得很不方便 但是真的不要把所有东西都当成理所当然 你有一点点缺乏的不便啊 比你背负很多东西还好 这个就是很神奇哦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好了 假设你没有开瓶器 然后是啊没有开瓶器 到底要怎么开这个好麻烦 牙齿也是开瓶器 就是或者是各种东西都是开瓶器 你反正会更充满创意 所以不一定要拥有这么多的东西 然后你清空就知道你自己想要什么 你就可以鼓起勇气过你想要的生活 后来有一次他就跟他老公 就去一个泰国的一个 南部的国家公园的一个小岛 叫做树林岛 然后那个树林岛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是一个做不了任何事情的地方 什么都没有 就是一个没水没电没网路 没有建筑物的地方 就只有一个帐篷 而且那帐篷啊没有电风扇 然后所以他们夏天去泰国的这个岛 真的会热死 他说他身上都是盐这样 然后而且那是一个没有网路 也没有咖啡厅 就是也没有音乐的地方 所以太阳下山后就一片漆黑 不能干嘛就只能睡觉 然后太阳出来的时候你会被晒嘛 对不对 你也不能干嘛你就只能起床 总之你就是跟着大自然在生活这样 可是呢在他觉得这个这么不舒服的地方 停留越久的时候 他反而觉得身心更舒服 因为什么事都不能做 所以他只能把焦点专注在他自己身上 他可以冥想或是正念 然后他的内心反而更平静了 而且他可以时时刻刻的感受得到 这种感恩跟喜悦的感觉 所以在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 你反而没有时间看手机 没有办法确认时间的时候 你就会日出日落为基准 然后过上简单的生活 有没有觉得这就是过去古人的生活 然后太阳出来了他就去工作 太阳下山了他就回家睡觉 就这样非常非常简单 那树林岛的生活是很不方便的 一切都没有的情况下 他现在在回顾以前去树林岛的那段时间的时候 他觉得这就是他人生的指南 帮助他找回初心 所以他不会再为了更多的东西而积极隐隐 然后也不会再害怕失去或错过东西而执着 你不觉得超赞的吗 看完这一本书对不对 真的觉得他用他的生活体验 然后来教大家他所谓的极尖主义是什么样的感觉 这真的很棒 然后其实还有很多 我觉得你们可以买这本书来看 各位我真的要跟大家讨论一下 你们虽然很喜欢我的说书对不对 可是我觉得哦 你们如果觉得很棒 真的要去买书支持作者 我不是说我讲过的每一本书你都要买 但是我希望如果对你有感觉的 你去买书来看 绝对更能体会我在讲什么 因为很多时候我说书给你的是我的观点 甚至里面还有我的聊天对不对 可是真正你想要了解作者心里的想法 或是他的文字的内容 你真的要买书来看 一本书假设花你三百期 但是这是他这个作者一生的浓缩 他要努力尝试多久极尖主义才能把这些东西告诉你 所以我觉得听我说书以外 真的也可以去买书支持作者 然后当然不一定是这本啊 每一本都是一样 每一本书都是作者的就是心血 那我希望就是我现在说书的内容 对不对 可以让你们有帮助以外 如果你真的就是卡关了 不知道怎么动起来的时候 请你去听我的YouTube说书 或是我的Podcast YouTube比较长 所以大概都像这样一个小时 剪完这些聊天大概还有45分钟 总之YouTube的影片比较长 但是如果说你时间有限的话 你也可以听我的Podcast 行动支持作者这很重要 对不对 总之呢 每一本书一定都可以给你带来什么帮助 就像我前面有提到 我之前呢卡关的时候啊 就是前一阵子我不是能量很低迷的 然后我就看了达赖喇嘛的书 哇真的是帮助我超大 你永远不知道在有一本书里面的一个观念 甚至一句话或者是一段 就可以让你的人生完全不一样 我就是很多人会说啊我就没时间啊 我就很累啊 没关系 你没时间你总会有看一页也可以 对不对 你只看一页也可以 也许有一句话可以改变你那一本书就值得了 这本书啊它还有很多很多 我觉得你们可以去看 比如说他有提到心动的物品和必需品 这就是我刚刚说的有一篇的 他说心动的东西跟必需品是一样重要的 所以不要用暂时能用的心态来购买 你一定要买对东西 所以不要去买四家的东西 不要买啊 忘用啊好像好像那些勉强这样的东西 因为如果你之后出现更好的 这个东西就一定会被丢弃 因为你从一开始心态就不对 所以你要买东西的时候先问你自己 这个东西是我最想要的吗?是你在买 而且当你有一件满意的东西 你就不会再想别的 说到这个我一定要来讲一下 我这个滑鼠是新的 但是我之前呢有一个300元很烂的滑鼠 就是接触很烂 然后常常点不到 然后常常滑鼠不知道滑去哪里 就是根本看不到那鼠标在哪里 然后我就觉得好烂啊 什么难用很卡 而且常常没电要一直充电 然后我就觉得很气 可是我还是没用自己用 知道我买了一个好的滑鼠之后 天呐 好的滑鼠真的 事半功倍 我之前到底是在哪里不用用什么 因为我就觉得好难用喔 可是还可以用 我以后就继续用 就是这种心态 它就是刺激品 用的时候就觉得很烂 但是你还是就觉得 没滑鼠没用好 所以当你有一个好滑鼠的时候 你才会发现 我根本不用再看别的了 这就是一个好滑鼠 好滑鼠让我用起来心情特好 然后我真的好爱它 这就是一个好的长颈鹿 我真的好爱它 当你有一件满意的东西 你就不会想别的 当你有一个很爱的爱人 你就不会看别人了 一样的意思好吗 所以极简生活的优点就是 拥有的东西很少 可是每一个东西都可以带给你最大的满足 虽然我不是极简生活 我就是一个收纳高手 但是我留下的东西都是我需要的 所以我很开心 你每次用的时候你心情都会很好 你就不会想要更多更多而浪费精力 可是各位你在断手里的时候 没有几个你需要 你总会发现你需要的对 比如说我需要一个厉害的滑鼠 好我有了一个厉害的滑鼠 假设我可能之前那个烂滑鼠啊 或者是什么有限的滑鼠 我不会用到的滑鼠 这些就可以断手里了 同样的东西 前面它第一道的 它有很多衣服 然后冬天穿了也不会暖和 夏天穿了也不会透气 你只要知道这一点 你就知道那你应该买什么是对的 那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 然后我讲这本书就是 某天我的衣架就垮了 希望大家可以行动支持 给它买起来 然后关于就是其他的内容的话 快去买这本书来看 然后有机会的话 我也会在我的podcast分享 记得支持我的youtube 就是收纳幸福廖星云 或者是我的podcast 姐真的也是人生 收到廖哥补习班 如果你真的在某一个空间很卡 比如说你卧室很烂 或者你储藏室真的怎么收都很烂的话 欢迎你可以加入廖哥补习班 哪一个空间烂你就补哪一个空间 虽然廖哥之前说 整理东西不是用空间别 是用物品别 可是如果你的家政大到你真的就是 空间就都很乱啊 不知道怎么整理 也许你只补一个空间 把那个空间弄好了 你会很强 大家有看到我分享的吗 每一个人根本都整理师的等级 他上了90分钟 结果整个就是整理师的等级 太厉害了 所以如果你有哪一个空间不好 你就补哪一个 不用全补好不好 你就补你会的那一个 你之后就会变得很强大 好那今天这一集到这边 耶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就是认真听我的直播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